我们平时在念佛的 就像打仗在练兵 在训练的 真正管用的时候 往生的时候 那一年大圣章 管用 平时不念 没有这个功德 到灵命中是忘掉了 冤亲带主找了手 把你扰乱了 想念的忘掉了 这种情形非常多 所以平常一心专念 既自立又立他 自立是真干 立他是做出好样子 给别人看 这就要自行化他了 这个话题 是真正相信 真正相信 有极乐世界 真正相信 极乐世界 有阿弥陀佛 真正相信 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加持一心 有极乐世界 有极乐世界 正信 真别 有极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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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放在心上 其他东西全放下 这就是决定的圣经 我们自己学习的方法 感恩 怎么报恩 我们走的时候 也要做出的保养 给别人看 让别人相信 这叫报佛恩 阿波阿弥陀佛恩 阿弥陀佛恩 阿弥陀佛欢喜 像海神老火山一样 我给大家做这个 受完之后 就做这就做了 好 一心一意 用自己的行动 学质 来驱导大家 断义神仙 真正神仙 犹如今如今 週初 深信 明如阿弥陀佛 决定 极便 求世交往 除这一段事情之外 其他的东方向 把这 每一句信念是一向转捩 作为我们这一三大段最重要的方向 我们的方向改去 一个方向是一方极乐世界 一个目的是前见阿弥陀佛 到极乐世界都是阿弥陀佛的学生 在极乐世界与人马成就无上菩提 再回来多长岁 所以这个佛号应该怎么念法呢 平常固然这个佛号不断 这好比是练兵 平常出操练兵 对付烦恼的时候就好比打仗 什么时候打仗呢 未定时时刻刻都打仗 心里面烦恼也起来了 这个时候马上佛号下去就要给他作战了 顺境里面 心里面起了欢喜心了 阿弥陀佛把这欢喜心压下去 在逆境里面 我们的诚会心 基督心如果稍微一生起来了 这一句阿弥陀佛也能把它压住 那个念头才动 一句佛号就把它压住了 这就是胆仗啊 平常啊 要认真地修行 把你那个烦恼啊减少 减得越少越好 灵命中时你才有把握 灵命中时那一刹那就是打仗啊 这就跟这个意思差不多 所以我们平常一定要认真念佛 要把见识烦恼压低 修待业往生 可能往生 也可能不会往生 那叫看你的语言了 中国人常讲的 看你运气了 那为什么呢 关键在临终的一念 临终最后一念 真的是念阿弥陀佛 完成了 临终那一念 想到别的事情去就不行了 念了一辈子佛 还继续高流到轮回 谁有本事 掌握临终最后一念 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啊 这真正叫生死大死啊 我这一生是成佛 还继续高流到 关键在此地 你明白这个道理 你就想的 我应该要怎样修 否则话你不知道啊 为什么修 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楚 搞明白 我为往生极乐世界而修 我为亲近阿弥陀佛而修 我不为别的 那么你就别的都放下 要把心里面一些妄想 一些杂念 就是记忆 你还记得的一些不善的事 要把它清楚 善的事也要清楚 让你的记忆里干干净净 什么都没有 那就叫亲近心心情 用亲近平等心念佛 念念相应 念佛 念念相应 念佛 念佛 一定要成功啊 所谓是 练兵千日 用在意识 我们现在天天在训练 断练 真正断练 心里就只有阿弥陀佛没有打念 给各位说 你什么样的业障都没有了 业障是什么 业障就是念头 我念头没有了 只有一句阿弥陀佛 业障就没有了 业障没有了 给各位说 生死就自败 欲知实跌 甚至是想什么时候往生 就什么时候往生 所有一切妄念 是障碍啊 障碍要把它去掉啊 告诉你 静念相继 就是排除所有一切的障碍 欢迎一场非常重要